臭小子 别老子滚开 离西西远一点 我亲我女朋友关你什么事 你再叽叽歪歪 我就一直亲下去 让你看个够 阿姨您好 请问十八栋要怎么走 十八栋 你来这里是干嘛的 我是来找个朋友的 这个小区我第一次来 不熟悉 这样啊 小伙子 你在京海市中心买有房子吗 没有 那你是在世界五百强公司上班的吗 不是 阿姨 这跟我问路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 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才能决定要不要告诉你十八栋怎么走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 不行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我就住在十八栋 所以不能告诉你 这 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如果我告诉你十八栋在哪里的话 你肯定要跟我一起走吧 是啊 那肯定要同一路的呀 如果你跟我一起走的话 见我一个老人家提着这么多东西 肯定于心不忍要帮忙吧 这 应该会帮吧 如果你帮我提东西了 那我肯定也要客气几句让你到家里喝口水 这正常吧 正 正常 问题来了 如果你喝水的时候被我女儿看到的话 她见你长这么帅肯定会加你微信 如果两人一来二去看对眼 那我辛辛苦苦养大的漂亮女儿岂不是就便宜你了 你在市中心连个房子都没有 又不是在世界五百强企业里面上班的 可以说是一无是处 我女儿要是跟了你 岂不是要受苦 我老了怎么办 不行不行 我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还有你妈 我尼玛 这是什么神仙逻辑 我只是问个路而已 谁特么想娶你女儿了 行行行 阿姨 为了您的晚年幸福和您女儿的幸福 我不问了行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想偷偷跟在后面认清能排号 以后再找机会敲我家门是吧 这样好了 我打电话喊我朋友下来 我不上去总行了吧 行 我就在这里等着 等你们走了 我再回去 妈 你在这里干什么 拿这么多东西不上去 女儿 你怎么来了 你不要那么靠近这个年轻人 危险 危险 这位小哥哥长得那么帅 他是坏人吗 美女 我不是坏人 刚才跟阿姨问个路而已 只是长得太帅了 容易引人犯罪 所以阿姨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妈 您到底在干什么呀 你不明白 我这是为了你好 将一切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人家压根都不认识你 哪有什么危险 我是怕你看上她 走了你表姐的老路啊 哪里 你表姐就是找了个没房的 每个月工资也只有可怜巴巴的几千块 结婚这么多年 还是在租房住 别提日子过得有多艰难了 哼 结婚讲的是两情相悦 你总把房子挂在嘴边干嘛 我不管 反正我就不能让你嫁给没房的 就算只是交朋友也不行 你不要面子 我还要吗 我看你以前的男友小李就不错 人家是公司高管 年薪百万 家里条件好 长得虽然没他帅 但是条件可比他强上不少 妈 我跟他已经结束了 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而已 以后少在我面前提这个人 西西 请原谅我之前犯下的错误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是真的很爱你 不能没有你啊 李隆基 我们已经结束了 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 我是绝对真心的 你看 这辆车我就是买来送给你的 落地价八十万 还有 这是我名下的房子 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都可以在上面加上你的名字 既然小李这么有诚意 女儿你还在等什么 快答应他呀 哼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小李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我可以作证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男朋友 谁说没有 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我尼玛 我就吃个瓜而已 怎么无缘无故就成了人家的男朋友 女儿 他连个房子都没有 你是疯了吗 西西 麻烦你找也找个像样点的来骗我好吗 拿这样一个屌子来当挡箭牌 你这是在羞辱我 他没骗你 我确确实实就是他男朋友 你有意见吗 臭小子 给老子滚开 离西西远一点 我亲我女朋友关你什么事 你再叽叽歪歪 我就一直亲下去 让你看个够 你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的 讨厌了 大庭广众之下 你别动手动脚的 回家随你怎么样都行 好 很好 好的很 以后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哼 这就被气跑了 小菜鸡而已 对不起啊 刚才太入戏了 没 没事 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 小意思而已 是的男人都会拔刀相助的 哎呦 什么 女儿啊 你是想要活生生把我气死吗 妈 那李龙基专门玩弄女性 还搞大了好几个人的肚子 这种人面兽心的家伙 你忍心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吗 那你也不能喜欢上这个臭小子 不是说了吗 这位帅哥只是单纯帮个忙而已 那我就放心了 十三 抱歉让你纠等了 没事 咱们走吧 我的天 原来这帅哥也是出来体验生活的 居然开这么好的车 不就一辆车子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没妨有辆车有什么用 妈 这可是价值五千万的限量版超跑 能开的其他的人可不是普通人 身价起码几十一起 五千万 我的天啊 这都可以买好多套别墅了 我真是老眼昏花了 要不是一直帮到忙的话 也许这有钱帅小伙就真宠我女婿了 我的晚年生活就不用凄凉了